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臺灣的天氣還算是穩定 在上午呢 全臺各地都有見到陽光 不過在中午過後呢 因為熱對流的關係 開始有一些雲氣發展起來 在高溫的部分呢 今天北部還是有來到35度 那中南部地區的高溫都有34度 東半部地區都33度 所以還算是滿炎熱的 提醒大家 未來幾天呢 出門的時候 還是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那至於在午後對流降雨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雨量的累積圖 從圖上顯示 今天午後雷震雨的區域呢 反而是比較偏向在東邊 像宜蘭地區 還有在花蓮地區 都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那至於屏東和台東呢 也是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那這種降雨的形態呢 其實明天是滿類似的 除了台東地區呢 因為台灣東南部外海 有一些雲氣移進來 造成直接下雨之外呢 全台其他各地的情況呢 都是偏向午後雷震雨的形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預測圖 那預測圖上顯示呢 其實台灣的天氣 明天呢 主要還是比較偏向高壓影響 所以都是偏向午後雷震雨的形態 高溫的部分呢 北部有機會來到35度 中南部的高溫34度 東半部地區都有33度的高溫 所以提醒明天還是出門要做好防曬工作 補充水分 以免中暑的情況發生 那另外呢 就是在台灣的東南側 有一個熱來型地氣壓 不過呢 它是以緩慢的速度向北方前進 在25號之前呢 可能對台灣天氣比較沒有什麼影響 那25號之後呢 就還要看它發展的情況 才能判斷出來它對台灣天氣的影響 以上資料是中央氣象局提供 至於明天各地的氣溫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詳細資料 好 首先我們看到在北部地區 包括了台北跟桃園都有午後雷震雨 其他地方是晴蝕多雲 氣溫27到34度 中部地區的苗栗也是晴蝕多雲 其他地方可能會有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會 氣溫是28度到34度 而在南部地區恒春是多雲 有雨其他地方也都有午後雷震雨 氣溫最低29度 最高34度 東部的宜蘭可能也有下雨的機會 29到34度 花蓮是晴蝕多雲 台東是多雲 有雨28到34度 外島部分包括了澎湖 金門和馬祖 都是晴蝕多雲的天氣 氣溫最低26度 最高有34度 至於未來三天的天氣又是如何 這一夜我們首先看到了 在北部 中部和南部 大概連續三天都會有午後雷震雨 不過明天還是看得到陽光的 而在東部地區連續三天都是多雲 外島是艷陽高照